新鲜面团拉成皮放进油锅里 准备煎成葱油饼上头再打磕蛋 油锅里煎得滋滋作响 两面煎到金黄色 先别急着吃 因为还有这个 第二阶段煎包登场 一颗颗的煎包外皮煎到酥脆 堪称爆炸级的内馅和葱油蛋饼合体 各位看官您瞧瞧 这一号叫做吐司煎包 一片葱油饼吃不够 两个煎包又咸太饱 老板脑筋动得快 一个变通的念头 让这个摆了三年的摊子天天狂卖 想吃吐司煎包吗 只要一枚五十块钱的硬币就有找 这是新口味吧 新口味的 应该是吧 我还没有看过吧 你没有看过啊 我没有看过这样吃啊 你说要五个五份 六份份 好 老糊涂的 手里的夹子一份夹过一份 到底卖出了几份吐司煎包 老板也糊涂了 不过赚了多少钱不打紧 重点是这个吐司煎包 让客人的嘴巴咬了 肚子饱了 好吃的笑了 才最重要 主任新闻江建中苗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